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分给一分钟 兄弟跟媳妇收 吃短效避孕药可以啪啪啪不带套 结果被一脚从床上撂地上了 一看就是没讲点子上 你得这么说 各种性自私的宣传都让大家伙觉得不想洗当天 就得死套套 可叔不得不说 短效口服避孕药才是避孕产品里的大拿 很多女性听到这 肯定想大嘴巴就凑上来了 以为叔不喜欢你们的身体 哎呀一看你们就成傻逼了 那是紧急避孕药 吃了的确会恶心 惊奇不归于啥的 但新生代的短效避孕药的 磁激素含量极低 很安全 吃了还能保护子宫和卵巢 让换卵巢来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分别下降40%和50% 什么 怕吃了生不出小孩 拉也不行啊 现在短效避孕药都第四代了 想怀孕用不着非得停药三到六个月 发胖长痘那也都是过去事了 但叔得落脱一句啊 这样一定得到说明书按时吃 还不清楚的 可得找大夫问好喽 我媳妇上次去药店买的短效避孕药 修得不得了 这次逼我去买 我也害羞 上天猫买呗 保准给你包严严实实实的 这事只有你吃他吃 还有我吃